阿尔多斯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就这么有钱呢 他开采煤 他挖到了煤 他的煤呢 怎么样挖 你可能难以想象 我们的记者到阿尔多斯采访的时候 陆克林记者 他手摸到土 然后手随便一挖 挖起来就是煤矿 他不像我们所想象中的矿坑 煤矿工人在地底下 然后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 满脸都是黑的 不再是这样的一个煤矿坑 他根本就在地底下 我们桌面到地上都不到的距离 你就可以挖到煤 在中国大陆除了内蒙古之外 现在在新疆也找到了这么一大块的煤的蕴藏量 人们称新疆叫做煤海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都说 你有本事到新疆去投资的话 缺一块地 十年之内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富有 但是现在新疆跟内蒙古 他们的领导都变聪明了 要来我们这里缺地 条件可以 因为这个地真的会让你致富 里头都是煤 不是要来盖房子 可是你得有一个门槛 投资40亿人民币左右 而中国大陆的政府最近也准备在新疆 盖一条准备运煤的铁路 这个运煤铁路呢 总共投资3000亿人民币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阿尔多斯 它的采煤的技术跟山西大幅的差别 也使它的采煤的成本大幅的下降 同时也变成全世界清洁煤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示范地点 常年干旱的阿尔多斯竟然下起了雨 人家说遇水则发 难道老天爷也知道我们在寻找沙漠里的黑金 而多斯8.7万平方公里的地底 埋藏了70%的煤 占了全中国的六分之一 不过来到最大的开发基地 眼前所见却是让人感到疑惑 没有弯着腰钻进坑道的矿工 也看不到黑压压的煤块 原来在阿尔多斯采煤 只要紧盯中央控制师的大营梦就好 地面上平静无声 而地底下早已是翻田覆地 现代化的矿井是带壮式的布置 小青角斜井以20到25度的角度开挖 工作面高度在6.3公尺 推进长度可达6000公尺 因为仰赖机械所以创下了零死亡的记录 2005年整合企业和机械化是既改的第一步 开采出来的米矿经过洗选分离杂质 直接经由密闭输送带送上火车 喷上封城记的列车控制了沿途的污染 十一五期间煤炭产量是4亿5000万吨 十二五煤矿要缩减成40座 但产量预估却能达到5亿5000万吨 然而在阿尔多斯 煤的重要性不只在于产量的数字增加而已 咱们中国现在是50%以上是靠建客 靠建客优品 那么优品又是一种债来性的物资 那么一旦有一些特殊情况 那很可能就会 你靠建客那个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们感觉就是从债来的角度去考虑 从这个煤化工的材料的角度 去研究开发另外一种能源 阿尔多斯的煤矿企业 近十年来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一太集团完成了第一个煤间间液化示范项目 每年生产16万桶的欧盟高规格柴油 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个柴油就是一个目标 这个发在那个跨泉水片里 就像那个白水一样的 就那么浅浅的 16万桶的产量比温山坦颜 并没有利润可言 但你必须做这个事 四栋埋财动 四栋埋如果要四千块 四百块钱计算 四十一千六 如果一栋埋有了 现在估计原油价格 这种情况下大概在 七到八千块钱左右 因为正在国家能源的角度 这无疑是必然的策略 2003年 二多斯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太阳能身上 并且迎来美国最大的第一太阳能公司 签署合作备忘录 但过高的成本始终难以克服 风力发电在宽广的草原行得通 但风的稳定性不足也是一大问题 利用丰富的煤矿资源是优势 减少碳排放更是关键 二多斯和清大等学术机构 共建高新产业园 打造地炭骨 同时也在研究炭捕捉技术 卖材了以后 有很大的空间在地下 如果是它在地下允许的情况下 你把二氧化台抽进去 保充起来 在你需要的情况下 你再抽出来 再发电 得天独厚的丰厚资源 加上极佳的质量 二多斯的煤能制油 制气 内涵的铝还能做成铝材 内蒙被定位为 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 黑金在此缔造了巨富神话 同时也为中国的节能 打下根基 黑金在此缔造成铝材